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别太慌张 火力等仗 自觉必让 且带我收拾这战狂 年少要轻狂 轮弹也举撞 这一战不忘 我守护的光 天悦将军既然已经想起了北落 那是不是也想起以前的事了 我知道夏姑娘是想打听领路人的事情 一会儿我带你去见我兄长 你可以亲自问她 希望兄长的答案能够消除你们的疑虑 也能够化解之前我们的不愉快 不过无论如何 这次兄长的病情能够有所好转 真的多亏了夏姑娘你的帮忙 如果之前有什么地方我怠慢了 还请夏姑娘海寒 海 哪里 您严重了 走吧 请 我们去看一下 好 兄长 兄长 这不是我做的 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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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死了 是你干的 你们别误会 这不是我干的 我兄长明明死在你的脚下 不是你做的是谁做的 我不知道 反正不是我 没人 都没人带了吗 正好都是 我准备了这个 这是什么 验尸工具 电视剧都是这么演的 起原路 震魂街验尸跟人街不一样 济世人的死 要么是遭受他人原神力所创 要么就是自身力量本事 普通工具根本不管用 得用原神力探测 才能看出其中端倪 明白了 那你开始吧 可是这地方就是没人看守 没人看守说得通的 大家都以为你要找领路人 谁也不会想到凶手回来掩饰 对吧 发现了红色灵异的男子 立即通报 一定要替天悦将去报仇 也是 你们这些人类真是有趣 明明有更强的力量抱着不用 偏偏要选择一条 注定要输的路 吕布 还有一个 哈 黑 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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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 咱 寚 弓 他们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兄长 凌峰接此劫 应该算是过去了 严将军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你 你怎么会 怎么会好端端地站在这儿 没有被群英殿的人抓走是吗 那是我们命硬 运气好 倒是你 平白无故 在这里祭奠何人呢 曹颖兵 你作为一个通缉犯 我将你报给群英殿 有什么不对吗 至于我在这里祭谁败谁 又与你何干呢 鲜花饼泡酒 喜欢这种吃法的据我所知 整条凌峰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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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